灵魂之心 情绪的觉察 作者 盖瑞·祖卡夫 琳达·弗朗西斯 翻译 阿光 第一部分 基础知识 第一章 将目光投向内在的风景 这个需要与对食物和居所的需求同样强烈 这个需要创造出了狩猎 农业和房屋 它也创造出了服装 社区 国家 州 还有教育 它还创造出了科学 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 家具以及所有在自然中无法找到的东西 这种需要驱使着我们去细致观察在我们的周围都有些什么 并有效地去使用它们 从人类物种诞生之时开始 感觉到安全 有价值和被爱的需要 就让我们一直将注意力放在外在 这也导致了我们去研究矿物 植物 还有动物王国 并用它们来服务我们 即使在以上那些物种被尊敬的文明中 比如那些土著文明中 与这些物种形成一种和睦关系的目的 也是为了提高人类生存的可能性 我们是如此习惯向外寻求以满足这种需要 以至于我们几乎都不会注意到自己的这个习惯 这已经变得非常自然了 而且千万年来它也一直很有效 创建居所 寻找食物 抚养小孩并送他们去上学 这曾经让无数的人拥有安全感 价值感和爱 然而这已经不再有效了 同样的需要依旧存在 不过向外看和向外寻求不再能够满足它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问题 因为向外看与向外寻求的习惯仍旧是非常强烈的 并且大部分人想都不想就会这么做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写这本书 安全感 价值感和被爱的需要 现在已经无法仅仅通过生存 或者那些为了提高生存的可能性的活动来得到满足 从前那些在火堆旁围坐 分享狩猎得来的食物 在寒冷夜晚里盖着动物毛皮做成的长袍入眠 所拥有的感觉 已经不再如当年那样令人满足了 现在 我们的满足来源于 使用我们的生命 家庭 友谊和社区 去创造一个更大的目标 灵性成长 人类物种知道如何去为自己获得温饱 他也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和培育生命 然而发展更大的外在权利 也就是去操纵和控制那些看起来在外面的事物 将无法解决各种我们必须面对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数以亿计的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 他们饱受饥饿 遭受压迫 羞辱和残暴的对待 要改变他们的境遇则有赖于我们的心 这就需要我们培养出感受他人的痛苦和喜悦 并将他们的需要和我们自己的需要 同样认真对待的能力 更快的飞行器 太空开发和互联网 还有更高效的农业 都无法让我们变得慈悲和智慧 更大的房子和更多的车也不能如此 慈悲和智慧是灵性成长的产物 他们是无法被计划的 也无法被大规模生产和全球配给 他们是不依赖于规模式经济 广告和廉价劳动的 他们无关于政府政策 而是关于个人意愿的 他们倒的确是密集劳动的果实 只不过这劳动是内在的 不管是信息时代 还是服务业都无法提供慈悲和智慧 没有一个人能把智慧和慈悲 给另一个人 不过现在所有的人都感到对他们的渴求 而这种渴求是不会消失的 饥饿中的母亲和他们饥饿的孩子 无家可归者和不被爱的人 贫穷者和重病者 囚犯和逮捕他们的人 还有数以亿计的生活在内在心里痛苦中的人们 他们一直是与我们同在的 因为我们正开始意识到 我们大家是彼此不可分割的 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痛苦也是他们的痛苦 他们的喜悦是我们的喜悦 我们的喜悦也是他们的喜悦 如果我们为了生存去经历不必要的痛苦 为了生存施加并遭受暴行 为了生存相互压迫或压榨地球 那么这都将令我们无法感到满足 不管我们的生存因此而变得多么的安逸 灵性成长现在正取代生存 而成为人类体验的首要目标 对于来自各个不同文化 种族 性别 经济状况 或者宗教背景的人而言 灵性成长正开始变得更具吸引力 即使在很多人还在因暴力 贫穷和饥饿受苦时 灵性成长这个目标相对 还是比提供保护 食物和金钱更有前景 它正为我们创造出 关于我们是谁 还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的 全新的更深刻的理解 练习 超越生存之上 你可以做这个简单的练习 来看看自己为什么会做你正在做的事 以及为什么拥有你所拥有的东西 要深入地去看 首先花一点时间安静下来 考虑一下为什么你会去吃东西 锻炼 拥有你现在所拥有的汽车 拥有你现在拥有的伴侣 拥有现在你所拥有的房子 问问你自己 我这样做是为了生存吗 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吗 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到更安全吗 灵性成长即向内看 正在取代对外在权力上的追求 即向外探求以操纵和控制 而成为针对人类的核心体验中 不安全感的对正要 我们正在学习如何去向内看 以找到我们不安全感的根源 并将其连根取除 而不是通过重新安排 外在境遇来让我们自己感觉到更安全 更有价值和更值得被爱惜 找一个新的妻子或者丈夫 一所更大的房子 或是一辆更好的车 都是在寻求外在权利 即试图通过操纵和控制外在世界 而让你自己感觉到更加完整和安全 通过智力 美貌 财富 教育 体格和最新流行的发型 来得到这种感觉 也都是在寻求外在权利 每一次去尝试获得外在权利 都会制造出暴力和破坏 对外在权利的追求 在国家之间制造了有形的暴力和破坏 你可以在每日的新闻中看到这些报道 对外在权利的追求 在人与人之间则制造了情绪上的暴力和破坏 你自己就可以验证它 比如你可以去试试坚持不懈地劝说一个朋友 去做他不想做的事 其实并不是技巧 才能 房子或者汽车 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 而是那种想要通过他们来操纵和控制别人 以令自己感到有价值和被爱的意图 也不是互联网 太空开发 或者高效农业的发展 制造了那些破坏性后果 而是人类物种因为创造了这些 就将自己看成比其他一切更高等更优越的意图 只要我们还在以任何方式向外寻求 以减轻我们自己的无价值感和无归属感 我们就会将暴力和破坏带入我们的生活 不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 练习 列一个清单 思考一下你每天所做的活动 将你的一天在脑中从头之尾过一遍 从刚醒的时候开始 将你的行为和你所有的物品列一个清单 对每一件你所做的事和拥有的事物 问以下的问题 1.我做这个或拥有这个是为了生存吗? 2.我做这个或者拥有这个是为了更有保障感吗? 3.我做这个或者拥有这个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吗? 4.我做这个或者拥有这个是为了更有安全感吗? 对每一个你所回答的事 问一问你自己 我如何能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些我做的事和拥有的事物? 比如说 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或者更有安全感去吃东西 而是因为照顾自己的身体去吃东西 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而去找一个丈夫或者妻子 而是为了进入一段真正的伴侣关系 将此变成一个习惯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问问你自己 我做这件事的意图是什么? 那个让我们人类物种得以生存如此之久的意图 现在却成了一剂错药 事实上 它简直成了毒药 我们是需要房屋 农业和科技的 然而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感觉到 比其他人或者其他物种更优越 更高等 我们需要它们是为了完成灵魂的目标 而那灵魂的目标是要我们结合在一起 而非相互分开 我们需要它们是为了通过合作创造财富 而非竞争 我们需要它们是为了协调大家去进行分享 而非囤积 我们需要它们是为了分享我们对神圣的感知 只要你的一部分自我还想要向外寻求 一是自己感到安全 有价值感和值得被爱 你就需要找到它们并且疗愈它们 它们是你内在那些想要寻求安全感的部分 它们想要通过讲究的外表 新衣服 更大的房子 以及其他能让你感觉到在宇宙中有所归属 并为你的灵魂伙伴们所接受的活动来获得这种安全感 宇宙是你的家 而你在此的灵魂伙伴们都如同你一样 各自面临对它们来说艰巨而充满挑战的情景 它们是你的同事 你也是它们的同事 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独特的环境中各自学习着 在这环境中 每个人内在中所有需要检查和治疗的部分 都会在他的亲身体验中被揭示出来 这个学习的环境就是地球学校 它是一所非常大的学校 所有五官能够探测到的东西都是它的一部分 从最遥远的星星到最基本的亚原子粒子 你,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还有所有其他人都在这所地球学校当中 在过去,我们竭尽所能学习关于地球学校的一切事物以求生存 我们学习了如何找到水源 种植食物 生活 建造栖身之所 我们发展出了科学和技术 但是现在这些东西中没有一样能够使我们继续向前发展了 现在,我们的注意力正在发生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我们正在学习如何去转过头来看我们从前从未注意到的地方 我们内在的风景 一个新的人类物种正在诞生 新的人类物种和旧的之间区别就在于 新的物种之道 在我们眼睛后面的比我们眼前的更重要 新的人类物种将外在世界的事物 互动和体验看作是内在的意图 情绪和思维的反应 练习地球学校 闭上你的眼睛 想象你处在一个前所未见的最大的教室里 这间教室是没有墙和门的 它包括所有我们能看到、听到、尝到、闻到和碰触到的东西 所有你在此做的事情都是你学习的一部分 这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充满了丰富的学习机会的 学习将我们内在的体验看作是首要的 而把外在情绪看作是次要的 是人类物种的新前沿 旧的物种探索物理世界 它通过操纵和控制它所发现的事物来创造安全感 而新的物种则是通过在内在找到不安全感的起源 并治愈它们 以此来创造安全感 这就是通往真实力量的路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